大家好 我是Virginia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皇帝菜 這一盤是兩個月前種的 這個大概一個月前種的 這裡就是 一兩個星期前 重新種的 種子 我這些是審在地上直播的 這一盤皇帝菜是留作種子 它是菊花科的植物 所以它有菊花的香味 這陣子經常出太陽 沒怎麼下雨 所以種一盤的缺點 大家也看到 一沒水份的時候 土樣又比較板結 很快就會乾 我今天收了這些 這些盤種的 之後 這些就錄來吃 因為如果我再不收 你看它很快就開花了 已經要開始老了 今天收了它之後 就馬上要淋水了 皇帝菜盤種其實也不錯 因為它又不招蟲 又方便管理 這盤我都吃了四次了 現在 高的那些我們就摘了它 就要留一些牙點給它再生出來 這樣它就會再生 一盤種呢 可能這盤比較密一點 營養沒有那麼好 所以生出來的皇帝菜都比較幼 現在我們過去 另外一邊也是同時 跟這一盤一起種的 它就大一點 我們過去看看 因為我的後花園種菜的土地有限 所以有一些可以盤種的菜 我都盡量用盤種 它是完全沒有蟲的 這陣子夏天8月每天都是20度 所以它又生得很快 但是這個我上個星期才摘了一次 之後就施肥 它現在又可以再收第二次了 而且呢 最近就很多菜粉碟 白色的蝴蝶 它的幼蟲就是菜青蟲 它完全都不喜歡這些皇帝菜 這盤大家很明顯看到 它又生得比較粗壯些 因為這一盤它的蟲比較多 營養比較豐富些 我就撕足了底肥的 然後每個星期呢 就會撕一次肥 摘完之後 明天就會撕肥了 它很快獎 一個星期又收一次 這個也是收了四次 前後大概種了兩個月左右 一個月之後就可以收成 我發現 現在我比較喜歡種的菜 就是 種一次可以收很多次的 譬如菜心白菜 我們種一次 只可以收成一次 這些皇帝菜 種一次 大概都可以收成四五次 如果它不會變老 變幼 你繼續撕肥 它又繼續長出來 有些朋友 他們試過收成五六次都有的 這棵多大 同時其中的 如果它夠營養 就會這麼大棵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還有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互相交流